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,新竹县竹北市公所获营建署核定9400余万元,将新建斗子普希文田桥同时改善周边道路,以解决光明商圈停车一位难求问题,预定明年底完工,多名代表游新孔带来县至区另一层交通冲击,要求市公所省顺规划广纳民意,以及确实发挥效益。 竹北市公所辅获营建署核定生活圈计划补助,4日在代表会临时会提案,争取同意电付,市长和干明表示,每到晚餐和假日时间,光明商圈几乎找不到停车位,但县至区停车场却是空荡荡的,公所有意在停留该立体停车场单位或县府同意,所以争取在如林桥堂行建文田桥引导车流,以充分利用县至区的行动, 停车空间,但世代张美朱忧心日后文田桥方便险付员工上下班,但是文平路和文田路周边住户却颇多疑虑,担惊未来车流量成长所带来的影响,因此他反问公所为何不先开说明会听取居民新生在着手规划,此外他质疑届时民众是否愿意开到限制区停车,再走一公里多到光明商圈吃饭。 世代杨瑞兰,叶信辉,陈荣燦等人表示,县府周边道路如县正五阶,光明五阶等都仅八米宽的两县道,将光明商圈车流引到县制区,未来可能造成县制区塞车。 他鉴请公所提前防范并在完成规划设计时,先向代表会说明,事代于正。 答说,公所起初规划八千多万,现却核定九千多万,另外,周边的交通配套措施是否完善? 主北市公所公务客策长王志文表示,此案应连同周边道路一并改善,因此经费增加,令考量规划完成前的资料恐不精准。 因此准备明年在工程动工之前,召开地方说明会,主密张景和说,文平路与文田桥路口可先做红绿灯号至通车后再试实际状况开设。 经代表会连续两天的热烈讨论,左右主席林启贤做成决议,照案通过。 根据市公所简报,跨豆子,普西的文田桥,连接文田街与县正五街,尼采单跨埃行钢梁桥,长约41公尺,宽18公尺,规划双向两车道,和人行道,预期可疏导及分流光明一路,光明六路,县正二路,县正九路及文平路的车流。